如果我的脚好起来 我就想去日本 去北海道 他们花很美的 北海道 我比较喜欢文艺 喜欢读书 喜欢写作 最好是我以后能够出一本书 我们结婚到现在是49年 明年就50年了 你没有什么秘密 你要跟他结婚 你就跟他一辈子 假论那时候可以的话 我们就会去旅行 去监视监视世界的话 因为我们是华校生 那么我们出来找工作室以后 我方面的困难 我儿子六年纪的时候 出国了 坐飞机了 我都还没有坐过飞机 是啊 那种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的脚我走太远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不可以走太久 结果我就去验验验 验真的是骨头有事 他是我的指导师 他每次做运动要逼我做 可是我很懒惰 现在我走路会比较快 下楼梯会比较灵活一点 我的手没有力的 每次要叫他帮我 现在我自己可以开力了 可以拿了 所以进步很多 现在就是期待我的孙子 他们两个能够大学毕业 学业能够不错 这样 自己就是健健康 看看能够活多几年 假如我每天来这边运动的话 这个桥它就会比较健壮 然后我就会可能可以去实现我的梦想 不 我们只要到北海道 因为他去紐西兰 他去紐西兰我就跟着话 这一定有的吗 是请不吝点赞 重打点赞 重打点赞 我摆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